第一個 這個字 你們有些同學可能字太小 所以如果你字要放大的話你可以拿工具選項 在上方有個工具 工具選項 選項裡面有個撰寫風格 那我這邊是調到14啦 不過我覺得差不多預設你們好像是9吧 9好像太小了 應該是這麼小對不對 看起來其實很吃力 所以你可以把工具選項裡面 調整那個撰寫風格 字大概最少12我覺得差不多按確定 OK 好 但是有時候14號字太大了 第一個就是字的大小可以調整 第二個就是說 之前有同學問第2個問題說 老師那我這邊 我看那個format這邊後面 跑到這邊有時候拉過來 拉過去 這樣子看程式有點不方便 那我就直接在這邊按Enter 然後呢 移開 他就跟我講說什麼 編譯錯誤 必須是什麼 行號標籤 或陳述結尾 意思就是說 你不能夠在 連續的程式中間 隨便按Enter 因為他就會把 這兩行程式 一行程式變兩行 他就 不把它當成在一起 OK 所以 特別注意 如果將來呢 你有遇到程式特別長 跑到最右邊去的話 記得一個訣竅 請你在那個 比如說 and的前後 因為and的前後不是有空白嗎 請你找一個空白 的 右邊 再多加一個 底線 空白加底線 反正以後只要一個空白加一個底線 再按Enter 空白加底線 Enter 他 就會把 底下的那一行程式 跟 前面那一行 連在一起 OK 所以這要一個小訣竅 因為很多人寫半天 都寫很長 這樣 觀看其實非常不方便 但是你按Enter 又會發生錯誤 所以很簡單 你在end前後 一般就是end 或者是只要空白 有空白的地方 後面再加一個底線 再Enter 他就會把下面這一行 跟上面這一行 當成是同一行 OK 所以這個應該還蠻實用的技巧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還有一個 這個 後來有同學問了一個問題說 老師那個103 如果將來有個問題出現 就是如果你這邊呢 假如我們這樣 Ctrl C 假如你又多了幾個人 比如說你又多了105號 後面又多一些人 那如果你用剛剛的方法 有沒有你就直接執行 假設清除好了 清除這個 有沒有放這裡 按執行 其實有沒有放這裡執行 跟按鈕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直接這邊執行 比較方便 哎 完蛋了 103 到這邊而已 那下面怎麼辦 手動清一下 然後 再來 108嗎 好像也不太對 這樣如果 之後又有新增資料 那你勢必怎麼樣 永遠都沒完沒了 這樣好像不對啊 程式就寫一半 所以後來有同學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說 老師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知道說 這個範圍的最下面一列 在哪一列嗎 如果你已經知道最下面一列的話 那這樣子 以後呢 就會 自動抓到那個列號就OK了 那怎麼知道最下面一列呢 其實有一個 一個訣竅 就是說 我第一個 先優標放在 比如說 A4這個儲存格 然後呢 我一般是什麼 配合向下 Ctrl向下 Ctrl向下的話呢 他會去追到什麼 追到向 就是那個 這個範圍的 最下面一列 如果你Ctrl向上的話 他會追到這個範圍的 最上面 的這一列 Ctrl向右 向左 有沒有 其實Ctrl鍵 他就可以決定範圍 的邊界了 那我們這個敘述 如果要把它加到我的 這個 VBA程式裡面的話 那我就可以 動態的去決定了 所以 這一行非常重要 第一個 我怎麼知道 A4這個儲存格 一般 我會用另外一個物件 叫Range 這個Range 你可以 可能要稍微記一下Range 這個Range 刮鬍之後的話 你告訴他A4就可以了 比如說我今天 優標放A4 那你可以 將來就是 自己先try一下 就是Range A4 就是指的是 我優標現在放在 A4儲存格裡面 按下Ctrl鍵 就是 點 1 你打個1就有個AND AND指的就是它的邊界 空白鍵一下 然後再back 空白鍵就是輸出AND 刮鬍之後的話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有什麼 上下左右 有沒有 XL開頭 那我要向下 所以你就空白鍵 你就不要自己打 盡量按空白鍵 然後後刮鬍 那我如果這個有點像Ctrl向下 但是我希望去取得是什麼呢 點 裡面有個屬性 叫做Raw Raw應該知道吧 顧名思義就是說 我Ctrl向下之後呢 那我想知道 我那個列是哪一列 那它就會取得了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敘述是什麼 我的優標放A4 向Ctrl向下 取得哪一個列 所以這個把它加到這邊的話 就 大功告成了 所以這個敘述還蠻重要的 那這個也是直覺的啦 A4 點and 刮鬍 然後XL 再後刮鬍 再點Raw就OK了 好 那同樣的方式 你可以把這個複製一下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地方 把它來試一下 當然一樣的方法 把它執行過 中間如果有空一行 那就比較一個完整的範圍啦 所以一般你說 如果中間 假如有空掉 那怎麼辦 你要先把它刪掉 因為一個完整的範圍 一定是中間不能有空白列 對不對 如果空白列 那就不是 一個完整的範圍了 一個完整的範圍 就是 就是 連續的啦 當然如果說你中間 比如像很多同學 中間很多什麼 空白列 怎麼辦呢 後面會講 如何快速的 刪掉不要的空白列 讓它全部變成在一起 OK 好 然後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地方 剛剛是不是 到這邊的時候 它會 會斷掉的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直接執行的話 剛剛會跑到103 對不對 現在會不會 現在直接執行 全部有沒有 到底了 然後呢 清除 沒有問題 如果說你把 下面這些好了 假設你刪掉這幾個 反正你刪或針的話 都不會影響 因為呢 它會自己去抓到邊界 直接執行 所以這邊的話呢 油標放這邊 執行 到這裡了 清除 就到這邊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 很重要 因為 以後都會用 到 那同理可證 如果你將來要抓到什麼 最右邊那一欄的話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如果最右邊那一欄 你可以這樣子 就是 and 如果 你的刮符 不是有個什麼 to write 對不對 然後後刮符 點什麼 我要知道 藍 藍的話呢 它的屬性叫 column c-o-l-u-m-n 這樣子就是取得 最右邊那一欄 那所以如果你是一個 完整的範圍的話 很容易就可以知道 最下面 跟 最右邊 那 這樣子 就很快可以 處理裡面所有的資料了 OK 如果說像剛剛同學問到 那個問題 蠻好的 我們後面會講 如果你有很多不應該出現的 啊 什麼呢 空白裂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刪掉 不會有問題的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 這邊沒有 先不要 先把它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開個頭啦 反正至少就是說 讓各位有一個基本的了解 以後的話 你只要 記得就是說 Visual Basic裡面 第一步一定要先有一個模組 然後呢 模組裡面呢 你可以去做 這些 VBA的程序 那這些程序都是可理解的 他的 撰寫 都是根據你工作上的需要 去做 彈性的調整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以前 反正你只要滑鼠鍵盤 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通通 都可以把它變成一個物件 然後去呼叫他 去做什麼事情 然後幫你完成 OK 那這個是 開個頭 那我們就是多一個就 Range A4 這個我想 這一行 請各位自己再打上 如果上面沒放的話 自己再 再把它打上去 或者我乾脆把它複製 貼到什麼貼到這個下面 貼到這個下方 這個貼上去 如果你們要參考的話也可以看一下這個 這邊 雲端上面 當然你可以在 再把這個 我這邊多加一個 顏色 這樣mark起來 如果你 雲端上沒看到 你可以把它重整一下 應該可以看得到 在那邊 辣子 加ot 做到 埋子 做到 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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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